这个剧场的被人质劫持啊 到了第四天晚上的凌晨五点 这个特种部队呢 就把一个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 一种这个发热的一种那个麻醉剂 还有一种溶胶的喷雾气体混合起来啊 塞入了这个剧场的这个通风系统 一下子呢 一股这个灰颜色的这个雾气 在整个礼堂里边升起了 黑寡妇们呢就瞬间的被击倒了 那就滑倒在地上 人质啊和这个恐怖分子啊 都打起了呼噜 很多的这个就是 带着这个防毒面具的那些铁 特种部队呢就进入了 几乎啊没怎么开过一枪 但是呢就是很多的车臣人呢 就被直接杀死了 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啊 这个当时好多的这个周围的那些特种部队呢 就开始欢呼啊什么的 就是觉得这是一种完美的行动 皮特他们那时候呢就在这个周围啊 黑暗处待着呢啊 完了以后呢就这时候也开始把这聚光灯都给点亮了 因为呢就是觉得啊生意了啊什么的就开始报道 这是一个这个奇迹 很多的医护人员这时候赶紧就冲进了这个现场啊 去救这些观众 但是呢没有人警告过他们 就是这里边还有毒气存在 完了所有的这些这个医护人员啊 还有包括这个拿着担架进去的这些人啊 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气体 甚至他们后来发现中毒了以后啊 给他们送到医院以后也没有人知道 就好多人呢就开始 就是直接就是在那吐上了 就刚被拖出来啊 就是各种的就那种那个就是被自己的舌头啊 或者是呕吐物啊 就这个就给憋死了 其实呢就等于什么呢 你在营救过程中并没有死人 但是呢都死在了最后的抢救的路上 皮特啊和这个上千台的电视摄像机啊 就这么照着呀 我的天哪 就懵了你知道吗 就看着啊感觉还在熟睡的人 就这么就跟拖那个猪似的你知道吗 就拖着走过这个那个 哪哪都是那种冰冷的水坑啊 就直接给拖到旁边有立了一个那个大的公交车的 完了就那么多啊 就是大概因为当时一下子死了一百多人嘛 就那么随便的往上一扔 就是因为判断肯定是死了嘛 就那么挤压着 皮特正好就站在这个公交车的旁边 哎呀那个你知道 那种心情啊他亲眼看着 就那人质啊就在那个扔在那座位上 或者扔在那个地板上啊 就那么搭了着脑袋 应该说就是这些人啊差不多就是死在了这个 叫什么营救的过程中 死在这个毒气里了 你可以感觉到啊 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这个管理系统 指挥系统啊 就跟俄罗斯的这个官僚系统一模一样 一片的混乱 哎 他而且就是什么 就是对这个人这个性命生命啊 是绝对不在乎的 这场恐怖的真人秀啊 结果呢也让这个国家的等于这个无能啊 在这个所有的俄罗斯人面前 不是直播吗 你想想 这就简直让大家气愤的不行啊 尤其是你站在旁边的那些 那个笑着的警察啦 还有就是 手足无措的那些政治家啦 另外呢就是那些黑寡妇 各种的人道灾难 完了指挥那么的错乱 所有所有这些缺陷就被直播 这么直播出去了 应该说啊 这个俄罗斯的所有的这个宣传 过去的开放啊 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普京下令了 不许再直播 从此以后啊 所有的东西不经审查 哎 或者说控制不住 这都不允许在电视上再出现了 应该说从那以后啊 就是跟车臣的什么各种冲突啊 打仗的那种过去啊 真的是直播啊 那比大片还牛呢 就已经没有了 在这呢 只能够就是你能看到的啊 就是普京在那说 哎呀 战争结束了 我们在那呢 将会投资几十亿的这个投资 让他恢复重建 一切都开始好起来了 旅游业也在蓬勃发展了 而且呢 你看我受到这个车臣人的这个拥护 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投票给了这个普京了 孔子部分子也被我们打到山里去了 可是啊 皮特他们知道 这时候的黑寡妇的身份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过去啊 这些黑寡妇 一般都是就是 丈夫啊 或者是这个 家里人啊 死了啊 来复仇的 现在反而是什么呢 是受到这个 萨拉菲这派 或者是瓦哈比派的 影响的一帮中产阶级的女人 2010年3月29号啊 皮特呢 就坐着地铁啊 去这个 TNT啊 那个电视塔 完了呢 这个地铁的路上啊 有一站是这个 上面是长途汽车总站 这个好多的这个 从车臣啊 你要到这个 这块来啊 要坐五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这个皮特不知道啊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啊 这个地铁啊 被两个黑寡妇 就在这个地铁里边 直接就自爆了 造成了四十个人死亡 一百多人受伤 可是呢 他那时候 因为这个新闻 就像这种 已经听不着了 他坐地铁的时候啊 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这些事 你经过的那个火车站啊 不是那个地铁站啊 一看啊 什么血迹啊 破碎玻璃啊 尸体啊 早已经 咔呀 早就没了 而他进到这个电视塔的时候呢 也是一片的欢乐 各种的霓虹灯 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息报道 关于黑寡妇 四年以后啊 这个皮特呢 就是为了拍一个 关于当地的一个名人的 一个纪录片 专门呢 就去到了这个高加索的地区 他呢 当时呢 降落在这个地区啊 叫巴尔卡利亚的 应该算是他的首府啊 紧挨着 其实这个地区啊 紧挨着这个车臣 完了呢 跟这个达基斯坦啊 也挨着 郊区啊 他一落地啊 一看呢 就是一片的漆黑 什么路灯啊 路灯全都是没灯泡的 到了开进城里以后呢 唯一一个有亮光的这个建筑 就是一个崭新崭亮的 诶 哪儿去了 找找 那个大清真寺 叫中央大清真寺 这个大清真寺啊 是这个 普京赞助的 就等于国家政府办的 算是这个当地啊 一个新贵吧 一个清真寺了 各种大玻璃 也拿了仿大礼石的那种大塔楼 完了 镀金的 新月的 上面那个标 什么的啊 在这里啊 都是就是 在这个当地 掌握着这个金钱 掌握着这个宗教 话语权的一帮人 经常来这儿祈祷的 当地人呢 管这个清真寺啊 叫克格勃清真寺 你就可想而知 就是那意思就是 你政府为了控制 这个伊斯兰教啊 在这儿搞的一个 一个象征性的 一个战略的 一个清真寺 年轻人啊 很奇怪 就是在这个地区啊 更喜欢那种 特别叛逆的 萨拉菲派的 那些以妈母的 那个清真寺 或者说这些以妈母 给他们做的一些传教 2005年的时候啊 这个就这个首府啊 遭到过217名 这个武装分子的袭击 直接就冲进电视塔 和这个政府的办公室 大概是部队啊 后来花了好几天时间 才把这些人都给打死了 造成了100人的死亡 14名的平民兽 这个也是在里边 遭了痒 皮特啊 他们这个晚上啊 就正好吃饭了 他们的那个向导啊 就是一个历史学家 叫安佐尔的 他就跟这个皮特说啊 说我们后来啊 就打死的这些武装分子啊 就后来一查 天哪 不是车臣人 你知道吗 就是我 我这个大学的那些小伙子们 当时发现了以后啊 吃惊得不得了 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学生都怎么想的 好像啊 他们跟我们就完全是 说着两种语言的世界的 两种人一样 可以说啊 像我们这一代呢 确实我们应该算是苏联人 但是我的学生们啊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俄罗斯人 而且尤其是跟那个莫斯科 毛关系都没有 这是他们心里想的 这就是那个城市啊 那个首府 俄罗斯的这个城市啊 特别爱摊大饼啊 都特别的个儿 但绿化是真好啊 绿化是真好啊 这时候呢 餐厅的女服务员啊 送来了那个又是又大 完了呢 又是硬硬的那种烟熏羊肉啊 这个他们去的这个餐厅啊 就这个餐厅 叫什么索斯罗科吧 索斯罗科 这是这个地方啊 最有名的一个餐厅了 在一个这个山上建立的 哎 观光特别好 你看啊 它的远处啊 哦 你看见没有 雪山 漂亮啊 哎 就是这么一个 有名的地方 这个名字啊 是当地的一个神话 一个大力士的一个神话 一个英雄的名 拿它的名字命名的 差不多就是挑高啊 就有二十米 完了都是那个 拿那个混凝土做的 完了就是那个骑士啊 带着那个比较 有棱有角的一个脸 嗯 这个地方呢 除了那个清真寺啊 就是它了 还有宁红灯 还有灯亮 这个向导啊 这个历史学家啊 不得不当向导 就跟他们说 说我的学生去莫斯科的时候啊 他们在街上啊 就经常听到 有人对他们说 滚回你的老家去 他说 这下你能让这些年轻人 能没有反叛的那个 或者说不满吗 毕竟啊 这么多少年了 他们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啊 他也不是移民啊 他等于我也是这 我虽然是高加索吧 哎 这真的 他们那种族其实相当厉害 尤其是对着高加索地区的啊 所以说啊 这些年轻人 他最终肯定就会被那个萨拉菲派啊 或者是那些瓦哈比的那些乙妈木 能够吸引住了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